WHO执行委员会议上高层官员美国驻日内瓦大使布伦伯格首度在最前线为台湾发声 德国则代表欧盟27会员国联合表示 面对疫情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不该有任何地区被遗漏 日本代表出日内瓦大使 也以间接的方式替台湾发声 其他国家像是英国则鼓励全球政府与学者互相合作提供建议 并让台湾能在其中充分发挥其专业与经验 因为这样全球性的疾病无法拥有一丝缝隙 比利时则强调包容性的重要性不遗漏任何人 还有澳大利亚纽西兰以及海地宏都拉斯诺鲁等八国友邦都呼吁让台湾加入WHO 中方对有关国家在技术议题下再次炒作涉台问题表示强烈不满 不过中共代表则是对此多次表达不满 会议结束前还一一点名发表挺台言论的国家 重申一中原则 这也让美国代表立即站出来回应 力挺布伦伯格早前的发言 并请其他国家不要在答辩过程中把问题政治化 新唐亚特电视唐杰安整理报道